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重点就是 我们的这个下午啊 包括现在的重点就是文件读取 那么这个文件读取啊 在TensorFlow当中啊 它是有个固定的流程 那我们要讲一下 这个文件读取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呢 然后文件读取的AP 不同的文件 不同的读取AP 这是非常多的啊 所以呢 今天的这个每个文件 它的AP有很多 不同的文件 那还有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读取案例 当然是分不同的文件去读 首先我们就要来讲解一下 这个TensorFlow当中文件读取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在磁盘文件当中啊 磁盘当中我们应该是很多文件 对吧 有的是图片文件 有的是CSV文件 有的是其他的这些傲进的文件 是各种各样的文件 都选读取吧 比如说你别 比如说你是现在会读这个图片 或者说你现在会读CSV 假如明天对吧 哪个数据是二进制存储的 那你也要汇读吧 对 这些数据 他还说他的样本都是存在这些数据里面的 是不是 你得去汇读 好 假如是现在啊 我们现在摆了各种各样的文件 文件 假如说呢 现在我们就以CSV文件命名吧 就是CSV文件 现在摆在桌子上啊 摆在这样的一个词玩家呢 好 那现在 比如说起个名字叫A文件 A文件啊 来B文件 就是你的样本有可能不在一个文件当中吧 是不是啊 哎我可以有很多样本存在不同的文件 对吧 B文件 好 假设说现在摆在你面前呢 就是词盘当中的这个四个文件 那每个文件我们说了 他是不是应该有多少个样本吧 比如说每个样本啊 每个文件啊都存了100个样本 假如说每个文件一个人 能理解什么意思吧 比如说我现在就是A文件 比如说就是CSV 他存了100个样本 对吧 100个样本 然后呢 D文件也存100个 每个文件100个 对吧 一共400个 好 那 TensorFlow 读取这样的东西 怎么去读的呢 它是有几个步骤的 第一步 干什么呢 第一步 构造一个文件 对列 第一步他构造一个文件 对列 好 这一步呢 是有特定API去做 不用你自己构造对列 然后把这个数据读取来 一个个犯 他干嘛呢 直接你通过一个API 就能构造一个对列 注意到我这里话呢 就代表是对列 然后干嘛呢 把我们的书 把我们的文件的名字 对了 这里文件名字一般是路径 还有路径的啊 路径加名字 放到我们的对列当中 能记得吧 这个犯呢 我可以乱序的翻进去 也可以顺序的翻进去 可不可以 可以吧 你可以乱序 可以顺序啊 这地方没有要求 乱序顺序 那如果说乱序 你取出也乱的话 顺序的就取出顺 我默认先按顺序 好 翻进去之后 是不是 我们所有的文件都在这个文件呢 在这个对列当中了吧 那翻进去之后 你在干嘛呢 来 他有固定的套路的第二步 我要去 对文件 对对列内容 解码 对对列 读取对列吧 读取对列 内容 好 这是他读取对列内容 再加一个解码 好 那这里干嘛呢 他要把这文件里面的东西读取出来 哎 那这里面设计个问题 他到底怎么去读的呢 是吧 四个文件 所有文件里面东西都读取出来 还是指定 哎 我们只有就读取一些东西 对吧 那这里面我们先看一下 这读取呢 他是有一个锐的 啊 有个锐的 那锐的 他是读哪个 是不是读这个对列吧 读这个对列 他怎么读呢 这里要分文件格式 那我们常见的文件格式 有少哪些 就我们常见的 比如说csv文件 对吧 csv文件 好 比如说 二进制文件 是不是 二进制文件 比如说单独的这种 并的文件 对吧 文件 那还有什么图片文件 是不是一张一张的图片 是不是跟你这不一样吗 图片文件 好 当然 我们说了 tonsvlog是不是有自带的一种文件格式 是不是也有吧 当然我这种先不考虑 先就考虑这种 c r d s 好 现在有你这么三种文件 他读取的时候 是有规律的 默认 干嘛 怎么读取呢 也就是说 默认读取 默认读取 tonsvlog是这样的 他只读取一个样本 默认 只 读取一个样本 一个样本 什么意思 是不是一个 比如说这一个人 他的特征是什么 就是这一条吧 是不是一条数这样 哎 你可以看到 他在这个读取内容的时候 默认只读取一个 所以如果你想多取多个 你后面还得处理 好 他默认读取一个样本 那我们这个 假如说是csv文件 一般csv文件 怎么存的 是不是一个样本就一行 所以 我们 在读取这个文件对列的时候 他只读取 默认读取 一行 注意了 他是读取 一行 那奥金这文件怎么办 是不是有 奥金轮是由比特 组成的吧 那所以 他要读取一个样本 是不是要看这个样本 占多少比特啊 啊 所以 他要指定 biz读取 当然 这个指定 biz是一个什么 一个样本的 biz 注意了哈 然后图片文件 什么 是一个样本 是不是一张图片就一个样本吧 对吧 所以啊 一张 一张的读取 好 我们会发现 这里面的tons of low有个特点 他就是只读取一个样本 注意了哈 那你是不是每个文件 你有很多样本吗 那他默认就从头开始 读取第一个文件 第一个文件的 第一个样本 是不是a文件还没读完吗 还是默认只返回一个样本哈 这里一定要注意了哈 这是他的一个特性 比如说我们在读取的时候 肯定是要多次读取的 那怎么办 你这个地方只能读取一个 你不能读取两个 这他ap信念了 好 当你读取了这个之后 假设说我们现在 读取了a文件的某一个样本出来了 那现在你干嘛了 现在 那你要去进行 这样一个解码操作了 我们把它拿过来 解码操作 什么是解码操作 因为我们读取的内容 有的是bias 有的是别的类型吗 是不是要定行转换吗 好 那这里边呢 我们就设计了一个decode 对吧 DOCD decode 一般decode也是根据文件来decode的 csv用相关的 二进这文件用相关的 图片文件也有相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你读取也不一样 解码也不一样 所以你这api应该分文件来看吧 对吧 文件不一样 读取的api就不一样 好 那么当你去解码的时候 是不是你现在还是解码一个样本的内容啊 解码好了 那现在返回给你的只有 好 现在只有一个样本 那怎么办 如果你想要读取多个怎么办 哎 tunzflow也提供了这样一个机制 这又是第四部 一般第四部你肯定是要记起的 因为不可能说读取一个样本就去训练 对吧 那第四部叫什么呢 p处理 那么这个p处理呢 其实啊 他是干嘛呢 他相当于也是构造一个对点 干嘛呢 比如说 A里面现在读取一二 是不是读取了一个样本 比如说 我们把这个复制过来 就比如说叫 A里面的 A里面的 A干 A一吧 A一样本 好 是不是你读取了一个吧 默认是不是就一个 好 现在他又跟p处理 放个对列 反正 也就是说 我是不是可以多犯几个 是不是可以多犯几个 那你说我可以 一直不断的去读取 好 我读取的现在是 A里面的 注意还是A 要不要A先读完 你既然先读取了某一个文件 是不是要先把这个文件读完 A里面的 A2文件 A2一样本 A2一样本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吧 点点点 好 还有b文件的很多样本吗 好 那么这个地方 是不是你可以存很多样本 我然后去训练的时候 是不是在这里去取数据就行了 哎 我比如说训练对吧 训练是在这个地方 假如说在这边去吧 这个是我们最终的 对吧 主线程要做的事情 主线程要做 要做什么呢 是不是要取样本数据训练 取样本 数据训练 那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这里面对待 比如说 我现在指定我每批次 就是我每步训练的时候 指定50个样本 是我就可以等到把这个东西里面填吧 填了50个样本 所以我就可以取50个样本 去进行训练了 哎 是不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默认你读取一个 对吧 我一直等到他都取了50个 我是不是就可以取50个训练 然后他还不断去读取 那么这个整个过程是不是也可以分为 主线程只要取出去读就行了 子线程什么 子线程干这个 干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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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只要一个个院本 构造好给主线程做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也就是在TensorFlow当中的 整个文件处理的流程 从前往后 那么这整个过程要注意到 基本上全都是在我们的子线程 办公室去操作 那我们在这里讲了这几个概念 对吧 刚才在讲这个之前 讲的对列啊 对列啊 管理器 对列管理器干嘛的 是不是开启 定义子线程的操作了 然后我们的线程协调器是回收的 对吧 那么这些东西需要我们自己说 我定一个对列 然后呢 我自己去把文件放进来 好 然后呢 我要自己去 这个读这个对列 然后读这某个文件 然后解析某文件 还读取一个人 需要你自己去定义这些对列东西 不需要 全都是有固定的 在这有个API 在这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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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后你读取了 比如说固定的是100个 这个地方 你就会拿100个数据拿过来 是不是就可以输入到算法的模型当中 进行训练了 对吧 你训练就管你是用心境违规 还是后面的神经网络也好 把数据输入进去就行了 对吧 经过整个网络 得到输入 那这个地方呢 整个过程就是 紫线站和主线站的 两个一步的一个过程 好 那我们先下个休息一下 这样一步的一个跑 needs 然后我们就从太�ół带地